在過去對我來講呢 真的是賺到錢就會失去健康 這是我一個很大的感受 那其實啊 我覺得 有這樣子的機會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是過去關於我 是一個鄉下地方長大的小孩 那各位看到這一張會覺得 我們家還蠻不錯的 還可以那個年代拍一個彩色照片對不對 告訴你 那個不是我 因為我是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長大 那個是我小弟 那個是我曾祖母 不是我女孩子想太照 都沒有 別想太多 所以那個不是我 所以你想想看在這樣的一個環境 我們是在一個很鄉下的地方 那時候還有這種叫做 那就是那種 怎麼講 是那個泥土做的那個蓋的環子 來 你看很妙喔 那其實啊 在鄉下地方啊 都是說女子無才便自得嘛 就是說 女孩子不要先說要討 不要做什麼 就是不要有能力 也不要會幹嘛 更不要想說你會讀書 所以呢 我在一個很 我很喜歡讀書 也很愛學習 可是呢 我沒有環境 也沒有資源 很妙 我必須呢 只有學會賺錢 所以呢 我不敢夢也不敢想 因為是一個很很向下的小孩 那其實因為從小就是貧困 所以呢 經濟壓力啊 現實生活的貼心 還有傳統觀念 讓我不能擁有你想要擁有的 我所以呢 不敢夢也不敢想 我記得我在讀國中升高中的階段 我也考到一個很好的學校 可是呢 因為家庭環境的關係 不能讓我練啦 所以呢 我也只能選擇 去念夜校辦公辦讀 就這樣子的環境 就讓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 所以我在常常在想 我從小就在想啊 我為什麼會出生在這裡啊 我有別的機會嗎 我有什麼樣的選擇 真的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我從小 小時候 比如說我剛剛那個照片 我那個張總統 過世的時候我就在想 人死了要去哪裡啊 那為什麼會死 那我為什麼我又來到這個世界上 我開始去想這些問題 我從小就是會去想這些有的沒的 所以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我會是這樣子的人生 我到念書的時候 到念高中 我很愛什麼 我從小就很愛去玩 我覺得玩很好玩 可以看到世界更多的美好的地方 可是我們那種環境 你覺得你可以去玩嗎 沒有 所以我怎麼樣去玩 各位你知道嗎 我為了要去玩呢 我就去參加那個救國團 那個隊伍老師 那個團生 你知道參加救國團不用錢 你又可以去玩 你又可以賺錢 我就又這樣子去想進班 我又可以去了 所以到底我有什麼樣的機會 我想要出人頭地啊 我不想要過這樣子 這麼頻繁的生活 而且我自己也沒有什麼樣的未來可言 我想要有不一樣的人生 那以前我做過好多工作 我也當過上班族 可是去當上班族的時候 我深深覺得 上班好像不是我要的 上班不能夠給我 我要的人生 為什麼 我是一個很認真的人 我做了一個人做的工作 可能是做三份人的工 可是我領到的還是一份薪水 所以呢 我很打拚 到念高職的時候我念商等 可是呢 我剛好進入一個建設公司 那老闆就會說你去考證照 我就跟著去考證照 所以我就會一步一步往工地走 那到建設公司一個階段結束之後 我又跑去開花店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做生意最好 做生意是你努力多少 你的收穫就有多少 不會成為別人的 所以呢我做了六年的花店 然後呢 金諾理老師也是因為自己身體從小就不好 所以呢我去學為了健康 後來呢開了餐廳的老闆 開餐廳老闆其實很微妙 怎麼說呢 因為開餐廳的老闆 我一直以為開店從花店開始 我都會覺得開店是不是很多人的夢想 到現在是不是開店都是很多人的夢想 各位你們覺得開店好不好 好 好在哪裡 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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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老闆娘 老闆娘齁 對 以前我也覺得說開店最好 這是很多人現在的夢想對不對 那現在很多人的夢想 可是各位你知道開店 你要先付出多少什麼 第一 資本 現在開店要多少錢 看開店 200萬 100到200萬 你要開50萬 只能開檳榔攤 真的 檳榔攤就要50萬 好 所以要100到200萬 第一你要先付出很大的資金 第二 時間 第三 你要專長 你看開花店你是要專長吧 你要有能力包花素 能力擦花 你要能夠廠布 這個都是你必須要的專長 再來 開餐廳的老闆 因為我自己會做菜 所以我在那一塊不會被 白虹丟到 就是不會被人家為難 可是相對的 你必須親力親為 你讓你自己沒有呼吸的空間 所以第一要資本啊 再來時間 我一天啊 十七八個小時 全部都在店裡面 從早上五點多磨豆漿 一直到下午打烊之後 要做門頭 做到晚上十一二點 幾乎每天都過一樣的生活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覺得開店好不好 現在很多人都要創業有沒有 都講創業創業 甚至加盟甚至連鎖 再來文創 現在最流行的 很多人開文創店對不對 因為他覺得文創是現在最好的 可是你知道嗎 當你開了一家店 你每天準備多少的食物 或者是你的原物料 或者是你的商品 接下來你做什麼事 各位等客人上門 如果沒有客人上門 你要怎麼辦 關門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關門的時候 我們也很真的關門的 可是你來看喔 你當你要準備的時候 像現在最近不是一直下雨嗎 菜價是不是上怎樣 看一下滿很貴 有嘛 對啊 那像我以前如果是開餐廳的時候 你要不要買菜 要 你今天有多少客人啊 不知道 對啊 不知道 可是你今天你先買五顆高麗菜 還是買兩顆高麗菜 五顆 對啊 好 成本來了 那員工又不會來上班 要 要不要薪水 要 電租 水電 所以我到最後我現在會跟我的夥伴 或者我的朋友 他每次跟我說 冰雲姐冰雲姐我想開店 我說好啊 那你要開什麼店 我說 講一講 我就說我的經驗 我說 我現在是開一家會行動的店 而且我是主動 我不是被動 因為開一家店 就好像是建造一座美麗的監獄 把自己關在那裡 你每天都只能在那邊等客人 每天都怎麼樣 等 有幾個客人來 不知道 可是你只能怎樣 天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 還是這麼做 因為那叫做什麼 宿命 因為你逃離不了這個 所以呢 其實人生真的很文耀 那你知道我小時候的夢想是什麼嗎 從小 就是想成為家庭主婦 真的呢 我從小就想成為家庭主婦 可以做自己的事 把小孩子照顧好 種種花羊羊羊羊 真的啊 可是人生好妙 我這輩子家庭主婦每天都要做 可是從來沒有專職的家庭主婦 因為我是我們家經濟的資助 我是一個擔心的媽媽 所以我要照顧兩個孩子從小到大 所以我從來沒有當過家庭主婦 每天都要讓自己怎麼樣 怎麼樣的忙 怎麼樣的累 那為什麼 我會選擇陳彥會加入陳彥 其實啊 很可愛的 是因為我的客人 一開始我開餐廳的時候 我有一個貴人跟我來分享 營養美女學 陳彥這份事業 然後她是因為看我很勞累 她現在跟我分享健康 那當然啊 一開始我並不能接受 為什麼 因為我排斥傳直銷 我對於傳直銷 會覺得說 那是一件跟我沒有相關的事情 可是呢 因為我的客人要加入 一個很單純的心 我就跟著說 好啊那既然客人都要加入 為什麼先加入 所以呢 我就這樣子加入了陳彥 可是後來為什麼會變現在專職 第一 我在兼職的時候 我多一份薪水 這是一件很妙的事情 怎麼說 那時候我的客人加入 我開始跟著加入對不對 那因為我開始有吃產品 讓自己身體變好 變好之後呢 我就這樣子吃 然後你知道我們這種開店的 就是那種散播站 你知道嗎 我們以前是一群人帶著一起去 看同一個醫生 買同一家東西 都是這樣 然後不然就是 連內衣啦 衣服啦 我只是雜七雜八的 就會說那個很好 我們一起去買 然後一起包車 去南投看醫生 因為大家身體都不好 應該都是做生意的 大家都叫我生鬼聽 然後就怎樣 就說不然我們去找王醫師 就是針灸 沒有這樣包 很貴喔 然後就全部都去 結果因為這樣 我開始吃產品對不對 很妙 我開始吃產品 我開始改變啊 我體力變好了 我會那麼樣的辛苦 然後我可以過滿好的生活 就是說 因為我有一陣子 我是開店做生意做到 我的手不能拿筷子吃飯 很嚴重 我連拿筷子吃飯的力氣都沒有 因為手舉不起 那後來也因為透過產品的改善 我不用一直再看推拿 我也可以 就是很自在的吃飯 我以前做生意做到 怎麼程度你知道嗎 我只要煮完菜 我就坐在那裡 你動動不動 然後錢放在那裡 客人自己找錢 我又沒有在管 因為我沒有力氣管 我都不能動 像鋼鐵人一樣 所以我胖動自己找錢 我就坐在那裡而已 然後呢 因為吃產品 所以我這些客人 跟我這些同樣市場組的這些老闆 就開始說 你怎麼會變好的 你怎麼好的 喔好 那你吃什麼 那時候很可愛 我 你們剛進入成年你懂 你要念學嗎 會講嗎 會講嗎 所以我就說 蛤 我不會講 其實我朋友跟你講好不好 我只加了一個營養 其他都沒有改變 他說真的嗎 我說真的 就因為這樣子啊 那時候那個階段 我每天都要約三個客人 給我的貴人 講營養免疫學 因為我不會講 然後他都每天來幫我講 中午就來講營養免疫學 因為這樣子 分享的過程啊 我真的是因為兼職 多一份薪水 真的一份不在職收入 我開始感受到 哇不在職收入耶 怎麼會我每天也沒有多做什麼事 我也沒有特別去講什麼 或者說去跟人家上班 沒有 可是我就 欸 每個月二十號 銀行就會多一筆錢 然後就多多多 越來越穩 越來越多 我開始想一個問題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可以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就覺得 嗯 這個東西 我應該還好來瞭解 那時候才開始進來組織上課 然後那時候還有那種 遇照客我開始來上課 所以呢 從 我剛剛講我很愛玩嘛 不敢夢 不敢想出國旅遊 我從來沒有出國旅遊 可是第一次出國就是去北京 去北京好像夢的人生真的 因為你看我們這種勞路命啊 每天都是怎樣 工作 以外還是工作 不是睡覺就是工作 我們是這種過洞 又工作狂 就是工作而已 可是去北京那一年 很妙 第一天我跟我的室友何老師說 這個會不會太奇怪 我從沒有工作欸 然後就只有一直吃 一直玩 這樣好嗎 他說你兩次就習慣了 兩次就習慣了 真的 我們那時候北京住很好的飯店 目立萬立酒店 永遠都記得 很美啊 然後很高膽 然後呢 何老師晚上還叫人家來按摩 然後我心裡想說 因為跟我的生活落差太大 還叫人家來按腳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說何老師這樣子對嗎 他說 陳彥都這樣你兩次就習慣了 我就說 是這樣 那是第一次去北京 到了第五天我已經習慣了 可是要回來了 第五天我就習慣了對不對 可是已經要回家了 然後呢 這是第一次出國 也是因為陳彥帶給我 然後我的店還是在做 幾次到我去北京的時候 我的店還是繼續營業 所以我那一個禮拜 我就把五天的菜 兩杯啊 就是那個比較煮菜的 全部都弄好 丟冷凍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五包都弄好 然後只是要清菜給那個 所謂的阿桑好 然後我就想說 蛤 我這樣子可以出門喔 然後我就覺得 這真的是人生好大的不同 好啦 各位今天大家 讓我們跟妳的音樂 來 請志妮媽媽的梳醒過來 好來 讓志妮媽媽的梳醒過來 七月 我都欠了 我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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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你不是那個阿桑的嗎 你還是擔心七月 好 所以呢 因為這樣子呢 我就覺得 哇 原來可以出國旅遊 這麼美 然後這麼棒的人生 原來我可以做到 那因為這樣子我在兼職的過程 我就這樣子兼職 我就上個證書 然後上證書是收入更穩 我就覺得 蛤 我一天花不到兩個小時 我竟然可以這樣子上證書 我就覺得 這份事業 應該是我可以開始去重新審視的 我就開始去想 然後呢 我的旅遊 現在跟公司去的好多國家 包括北京 日本 澳門還有 法國 澳捷 加拿大 那今年三亞 我們還有郵輪越南沒有學到 然後今年三亞我是全家去 哇 哇 就是從南沒有學到 等一下我跟我兩個小孩 全部都去 然後就 當然亞太第一次是不用講 印度 對還有印度 太多了 我寫沒寫到 對 印度印象深刻 真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我那天去台北 沒鑽石照片對不對 我覺得 結果公司聽說你去印度做法 我說沒有啦 我不是去印度做法啦 只是很好有那個機緣有需求 然後就覺得你看 去了這麼多國家 我開始覺得 從北京讓我的旅遊魂喚醒 我深埋在內在的那種旅遊魂 因為生活的現實的磨難 種種的壓力 我已經忘記旅遊這件事 因為我必須只能養家 我早就忘記這件事 可是從去了北京之後 我開始覺得 原來我可以做到 原來我可以找回我原本想要的我 這就是最大的不一樣 再來為什麼要改變 其實你說傳統事業 我剛剛除了講資金以外 除了時間以外 還有你有專長以外 你知道最難的是什麼 開店最難的是什麼 你怎麼知道 就是人事 人事對我來講是最大的折磨 你知道嗎 我開店的時候啊 我們做這種寶貝餐廳的 菜色要很多量要很大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天氣很冷 你會去外面吃還是自己煮 自己煮 自己煮喔 來問題來了 大家都要來家裡 來我們店裡吃對不對 那我請一個姐姐 大概大我兩歲 我店已經收掉四五年了 可是以我們這種年紀 洗菜不是問題吧 可是你知道我那個姐姐跟我說什麼嗎 三天就沒有來 來上班三天 第四天就沒來了 我說請問怎麼沒來怎麼樣這樣子 你知道她說什麼嗎 她說老闆娘 水太冷了 洗菜受不了了 等天氣熱我在哪 現在聽起來覺得很好笑 我當下都三條線 水太冷 不然洗菜可以用熱水嗎 對不對 然後難道也是家庭主婦 在家裡不用洗菜嗎 對不對 然後呢我就想說 員工年齡成功是要一些分布嘛 所以我請了一些公讀的那種大學生 那個是早班的 然後呢 每天早上她男朋友到來跟她吃早餐 我是覺得還好沒關係嘛 年輕人 本來就要吃早餐的時間 你就可能很甜蜜嘛 你就坐著常常吃早餐點 每天我覺得沒關係 有一天呢她男朋友跟我說一句話 阿姨 曾珊齁 太俗重了不要給她做 我說怎麼了 曾珊現在懷孕了 我想了三天 我把她辭退了 因為我也沒原物要幫她生啊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 你不能做 你說俗重不能做 我請你來幹嘛 紅茶筒不能提 拖釘不能拖 我說我是請你來幹嘛 阿姨這個欸 鳳陽 我跟你講應徵的時候 有一個笑話跟好笑 我曾經就是缺了就應徵嘛 結果那應徵的時候她就說 我就面試聊聊聊 工作範圍講一講 有一個小姐跟我說 蛤 要做這麼多喔 我不是來坐在櫃台收錢就好嗎 我心裡想說 如果只有這個缺 我老闆想自己不會做嗎 真的 真的 所以我深深的覺得 傳統事業的危機 最難的是人 然後呢 還有一個東西 物價的上漲 它已經讓我們有利潤空間了 我講真的 我從剛開始做生意 我還可以大概五五 我就是說利潤有五成 五成你再卡不掉種種的 大概還可以賺到三成 可是現在啊 賺不到了 現在大概兩成 兩成利潤你扣掉 大概甚至要0.5 真的你相信我 現在做生意真的很難 不要以為做生意有多輕鬆 不輕鬆 我很佩服 我現在如果去吃飯 我很佩服 開店讓我吃飯的人 因為沒有利潤空間 他們是賺自己的鋼筋啊 可是如果 我怎麼想 如果以我的技能 我的專業 我去給人家請 我一個月還有六萬多塊 所以不如吃頭肉啊 你懂意思嗎 所以 事業的危機是在什麼 這些 都夠足夠打敗我了 然後呢我的外送便當 一天要一百多個 所以你看我要多少外送的人 然後呢 我外送的小姐還給我PO錢 每天都可以PO一千塊 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跟他講的時候 我跟他聊的時候 他還跟我說 我每天幫你收三四千塊 我拿一千塊差多少 真的 我就覺得很傻眼 一千塊 我三四千塊 我付出多少成本呢 可是他不會這麼想 他會覺得說 我每天幫你經手這麼多錢 可是我也才拿幾百塊的工資啊 所以 我就在想 還要再做嗎 因為這樣子 我就一直開始想 我 店還要做下去嗎 我到底該做些什麼 所以呢 如果我不改變呢 世界就淘汰我 我真的是做到 身體壞了就算了 我一個人要養多少家 我八個員工就要養八個家 你知道嗎 可是 誰會知道 從那個外送的小姐 我就開始想一件事 這些員工 根本不知道我老闆有多辛苦 他只知道 你賺了很多錢 你每天收那麼多錢 我幫你送三四千塊的便當 我只收到三百多塊 因為他的 我給他 他一個小時是一百五 可是他會覺得 他不划算 我說他收不到一成啊 可是他又何嘗知道 我的利潤才多少 所以 我不改變 世界會開始淘汰我 那也因為剛剛 我不是從兼職買 我就開始來想 傳銷事業機會 所以我開始想到 我兼職我都可以有這些收入 我這些收入甚至有時候 月營收 我店裡的月營收 會跟我的承諺收入打拼 當我只是合格珍珠的那個月 我的月營收就跟我的打拼 真的是一件可犯的事情 然後我開始想 我每天只花兩個小時做承諺 可是我每天花十七八個小時 做我的店 為什麼落差這麼大 再來更大的不同是 我每天在等客人 跟我積極的去招我的夥伴 這是很大的不同 所以開始讓我覺得 我真的有很多 可以開始調整的 開始改變 這就是我的傳銷事業機會 這是很大的不同 所以呢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陳燕值得經營 陳燕值得經營有三個優勢 一個呢 是公司的優勢 一個是產品的優勢 一個是制度的優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公司的優勢 陳燕公司到今年三十一年 超過三十年的公司 他怎麼樣 他很穩 他是一個穩健有歷史的公司 其實我們說三十而立 何況是一家公司 是一個法人 他都超過三十年了 而且這三十年來 陳燕沒有任何負貧 所以這是一個值得選擇的公司 再來我們專 專什麼 專業的領導人 陳昭輝博士呢 是我覺得我很佩服的專業領導人 因為他永遠在第一線幫我們做教育 每年辦了許多場的講座 趙輝博士 帶給我們一手的資訊 醫療心知 而且呢 是可以給我們 他 我最感動趙輝博士常常講的 我是你們的合作夥伴 我是你們的夥伴 我覺得真的很感動 因為他不像一般的老闆 我真的 我很深刻的是 我有夥伴他會 我去做收穫服務的時候 他會說 你們招飛怎麼樣怎麼樣 他講到最後我會生氣耶 真的 因為他不了解 可是他又來批評 我就受不了 我就會跟他翻臉 真的 因為我覺得你不了解 你今天來了解的 你是來批評 你都不了解 你就一路的批評 我覺得那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會讓我翻臉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 這麼大格局的一個領導人 然後新是什麼 我們的創新研發實力很強 我們不斷的有新的產品上市 而且走在時代潮流的前面 我講真的像比如說精彩樂 其實現在很多人肝臟都出現問題 對 那我有夥伴啊 他是肝癌萬整 他吃我們產品也是六七年了 控制得非常好 醫生都說他痊癒了 除此以外 他只有一個問題不能解決 就是口乾舌燥的問題 可是各位你知道嗎 一支筋彩樂 他只喝了一天三包 他的口乾舌燥馬上解決 所以真的是走在時代的潮流 包括很多新的東西 包括像美樂儀啊 染髮劑啊 我覺得這都是我們必須要擁有的 可是張輝博是永遠都知道我們缺什麼 而且呢在時代的尖端 會就是跟著潮流走 會知道我們需要什麼缺什麼 這是公司的優勢是穩專心 30年的公司專業領導人 跟創新研發的實力 再來呢我們來講一下產品的優勢 產品的優勢我們有專一唯一第一 專一呢就是重視教育 傳講營養棉育學 我覺得我也是因為 正在營養棉育學這個觀念 而進入成年 再來是重視教育 現在的人啊 不健康其實大多數都來自於什麼 飲食 飲食 真的 那如果不是講營養棉育學 誰會去注重飲食 我們不斷每天都要講營養棉育學 就是告訴人家要怎麼吃才會健康 我們告訴人家營養的定義啊 第一要植物性非動物性的 要完整非單一的 要不妄搭配種類要多啊 再來要多糖體看氧化劑啊 對不對 還有什麼植物營養素 他告訴我們的是這麼多 我們每天都在講這五個 每天都在講營養棉育學 再來 唯一 我們是成為頂尖 怎麼樣頂尖 專注怎麼吃才會健康 他告訴我們 我們就是研究怎麼樣吃才能夠健康 是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改變 透過飲食的改變 讓我們的身體也開始做一點不一樣的改變 其實現在的人都是因為大多數都是吃錯了 或者是吃的食物偏頗了 所以真的造成不健康 所以怎麼吃才能健康 這是我們唯一都在研究的 不做任何的轉投資 轉投資 再來是第一 安全第一 我們最低標準就是安全 其實我們新加坡才演十五五年的那個食品安全卓越獎 要這十五年不容易啊 這十五年必須是從 好像從銅牌獎名牌然後到經濟 這是超級不容易的 而且新加坡我們都知道他是怎樣 非常歸好的國家 完美講求完美 所以要在這個我們的新加坡得獎非常的不容易 這是我們的產品優勢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制度優勢 我們制度優勢我們圓滿人生的三階段 就是我們從經濟到零幾 我們兼職加薪兩到三萬塊 然後呢上珍珠月收入比八萬塊 然後到上鑽石三十萬等於相當於外商公司的總經濟 我們各位來想一下 現在的薪水市場如何 很差 上班組不到三萬 男生都沒有 男生都不到三萬 我們現在在市場上很多人 像市場的時候一問 你月薪多少 最多的兩萬半 對 很少三萬的 一天我一千塊 你告訴我怎麼過日子 我們一天都花不只一千塊 真的每天都 整個每個月都是月光族 所以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事 所以你開始可以兼職 兼職你可以增加兩到三萬的收入 你可以達到你一樣的人生 真的我覺得現在的薪水市場真的很差 現在的就業市場是老榜的天下 為什麼 因為員工太多 工作太少了 再來 除非有過人的專長 不然你拿不到高興 真的 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們只要好好的跟著節奏走 配合我們有幾件事情 比如說一張紙一支筆 還有333事業專案 我們這樣子走 我們就可以一路一路上來 所以可以讓你怎麼樣 讓你月收入8萬 月收入8萬其實不能 我們只要做什麼 1加N乘以3 我們只要1 就是我們自己然後帶4個 然後每個人都只要負責分享3萬 你的月收入就可以達到8萬塊 所以這是一個有機可循 而且是很多成功模式的節奏 再來上鑽石 上鑽石呢 真的是你可以增加你的收入以外 你的格局 還有你可以看得 你會跟不一樣 再來 那為什麼我在成年會成功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是團隊使命 因為我們圓滿家族 他們團隊真的很厲害 是因為我們有團隊使命 我覺得一群人一起打拚一起走的感覺真的很好 不是單打獨鬥 如果你只是一個人 我相信你會沒有力氣 可是因為這樣子讓你會覺得 哇我是有團隊的 再來呢你有團隊目標 有團隊目標真的很好 是因為大家都做一樣的事 所以呢這個氛圍這樣子的感受 會讓你怎麼樣更認真 然後呢會怎麼講 就是說別人做一樣的事情 有關 然後呢你就更容易成功 再來我們有行銷團隊的優勢 就是我們透過像今天的圓滿人生事業會獎會 跟我們有新人啟動訓 包括我們有333的訓練 會讓你一路就是很有系統的 有系統的開始怎麼樣 可以讓你精力 所以呢因為有團隊 所以就會告訴你更多更好的方法 再來怎麼樣才是圓滿平衡的人生 其實我在這裡得到的很多 怎麼樣圓滿平衡 包括幫助更多人創造生命性價值 再來是幸福的家庭 在以前我沒有辦法陪孩子去過參加他們的活動 還是說跟他們去做一些休閒活動 可是現在可以跟著孩子一起出遊啊 可以跟著孩子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不會像以前 因為做生意全部都幫助了 再來是幫助更多人 這種價值是我們在一般的產業沒有辦法得到的 這是我覺得很大的價值 那其實在去年啊 我們團隊上了多位的珍珠跟翡翠還有六位鑽石 對 可是在今年 我覺得 在立馬大使的帶領之下 透過有系統的教育 敬人 育人 留人 讓我們更清楚 今年開出更亮麗閃耀的成績檔 對 像今年 剛剛昨天有講 我們已經上了十三位珍珠 四位翡翠 八位鑽石 對 哇 我覺得 讓我很感動 我本來設定是七月上 我也因為這樣子六月就提早上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六月就上鑽石 這是那天去台北拍的鑽石 所以不是個人有多厲害 是對的環境 只要環境是對的 你就可以過得更好 環境對的你就可以讓你成長更多 所以團隊很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首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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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